上回讲到滇前两军联合北伐 前军司令官戴勘 由尊义直扑重庆 驻扎在松坎 派第一团团长王文华 第三团团长吴慧鸾 分头进攻湖南 牵制援军 滇军总司令蔡厄 自威宁取道碧节 直达永宁 永宁是川南的要塞 驻扎此地的是四川第二师师长刘存厚 刘存厚原本驻扎卢州 四川将军陈焕 听说他暗通滇军 就把他调到永宁 结果滇军一到 刘永厚放弃永宁 退到纳西 途中接到蔡厄来信 劝他起义 一同讨员 刘存厚就自称 护国军四川总司令 通电各省宣布独立 说 原是不遵约章 被立民遗 西当定格之时 即与拥兵四成 同仁本天下卫功 乃盖父以治权 既其出京白不二之臣 红资国脉 和图掌国以来 严服内政则争脸如此 严服外交则败辱如比 任官吏 则引其所逆 选总统竟临之以兵 甚至立法权揽为己有 暗杀案始主其谋 防攻害能 铁民败国 宗其暴力 庆竹难输 同仁巨摇国本 由父陈吟不发 既补救于将来 乃比独夫天夺其魄 自乱日历 竟敢假民意 以推翻共和 挥党徒 而谋兴帝制 盈盈狗狗 上下若狂 劝进之殿 出于公围 选举之场 设于军府 势危利诱 无丑不沉 中外藤积 群情奋积 足遭强林之干涉 将陷民命于轮须 凡有血气之轮 莫不仰天星叹 滇前首义 异喜谣传 渤海同亲 景从恐后 存后不敏 外审大事 内问良知 痛辞为王 忠心欲裂 远整齐旅 环甲出征 联合滇前 挥齐北伐 是你蒙成白马 重整五色之旗 行看痛饮黄龙 一扫群凶之焰 公等或为望重当时之俊焰 或系手造民县之元勋 同领师干 身关治乱 岂于此日 岁腹出心 宁以绝赏之机 进入尖雄之垢 乌虎 挥歌讨逆 事不同于戏墙 拨乱扶威 一时细乎救国 倘元氏能及时图窜 还我共和 则本府当卷此惊奇 不为以慎 皇天后土 时事平之 这时候防守卢州的冯玉祥 去增援旭州 导致卢州空虚 刘存后于是乘机进攻卢州 半路上遇见从旭州败退的冯玉祥 刘存后城市劫机 冯玉祥跑了 他的部下多半投降 正赶上蔡厄部下的第二梯团支队长 董洪勋也率军到来 两军合兵一处进攻卢州 只用一个晚上就攻克了 于是川南一带被护国军占据 袁世凯本打算于阴历元旦 就是正月初一 或者是阴历正月初四登级 选正月初四是因为初三这一天是立春 当时有大地回春万象更新的意思 所以想在初四登记 可是西南的警报络绎不绝 又害得袁世凯愁愁不绝 每天除了批阅公文之外 就是与几位候补妃嫔 围坐宫中小隐姐们 这些个美人还以为他寻欢作乐 一定是因为诸事顺手 登级指日可待 那时候他们就可以被正式册封 不过袁世凯有十几个妾 将来册封的时候 免不得要分等级 这就会有人觉得不公平 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级别高一些 洪一太和周一太两位呢 尤其着急 有天晚上洪一太见袁世凯 威罪心情不错 就乘机禁言说 陛下风赏群聊 凡各省将军寻暗室 都能授封五等爵位 且等侍奉陛下多年 却未得到封点 古人说 地则如春 还求陛下明察 袁世凯笑道 各省将军寻暗室 都是外人 不得不先行加封 免得他们抱怨 你等是一家人 何必这般兴急 待我登级后册封为止 周一太向袁世凯一笑说 陛下此言总不免后外搏内呢 袁世凯也笑道 你等要我加封 何妨自你封号 周一太说 册封妃嫔是何等大事 我等妇人女子 怎能自你封号 就算你出来 并得陛下恩准 那也跟自封差不多 试问各省将军寻暗室 所有公侯脖子男的荣点 还是陛下所定呢 还是他自行拟定 奏请陛下照封的呢 若是他们自行拟定的 那不跟汉朝的韩信 请封甲齐王一样了吗 恐怕陛下也未必照准 他们也不敢如此 所以妾等享慕容风 总须陛下颁次名位 方为正当办法 袁世凯又笑道 女苏秦又引经据点 前来辩论了 周一太答道 妾据理辩论 并非为个人争此虚荣 实为全体姐妹证明定分 陛下若连妾等相随多年 俘如所请 姐妹们都尽慕隆恩 怎指妾一人备则呢 袁世凯说 要我加封却也不难 但须有两种分别 周一太问 是哪两种分别 袁世凯撵着胡子说 有生子与不生子的分别 如以生子 应照母依子贵的鼓励 加封为非 若未曾生子 只好封作贵人了 周一太听到这话 忽然变了脸色 差点就哭出来 红一太急忙打圆场说 方金时代 与亡谷不同 陛下也需变通办理 妾以风飞问题 应以随事陛下的年术为定 生子不生子 倒不必拘泥 说到这儿 忽然有两个妾站起来说 妾等入府不过两三年 但床上的姑姑小儿 哪个不是陛下的骨肉 若如红一太的议论 于礼上说不过去 还请陛下三思 红一太一看 是十四十五两位一太太 十五一太本来是红一太的侄女 她也来争宠 就惹恼了红一太 于是叫着她小名说 翠元 你算了吧 你能够随事陛下 还不是靠我成全 今日性蒙上宠 便想将我抹杀 与我争论起来 翠元这时候也恼羞成怒 反唇相机说 谁不知道你是红一太 不过你服侍陛下 我也服侍陛下 没有什么红白的分别 你能封飞 难道我就不能封飞吗 十四一太也插嘴说 俗语说得好 有福同享 红一也乐得大度 何必损人力几呢 红一太听了把嘴一抿 向他冷笑道 你今日能得在此试验 总算是我大度 否则连站到宫门外边 都轮不到你 袁世凯听他们争执 越说越不像话 急忙阻拦道 你等修得相争 我自由处置 一经登级便正式册封 不会无端分级 你等且放心吧 大家这才停止了争吵 继续吃饭 再说那位周一太 因为自己没生儿子 始终郁郁不乐 袁世凯见他欲容惨淡 泪眼模糊 有些心疼 彻宴以后就拉着他的手 一起去寝室 袁世凯呢 有烟瘾 想抽大烟的时候 一定是到红一太 或者周一太的房中 周一太跟着袁世凯进了房 当然取出烟具 给他过瘾 袁世凯一面抽 一面对周一太说 你也太多心了 我未曾正式册封 不过预先拟意 孤作此论 他日实行 自当妥行定夺 断不使你受委屈 周一太欺然说 切以想定主意 一辈子做个丫头算了 无论什么妃嫔 什么贵人 切一概不敢领次 说着眼圈又红了 袁世凯急忙劝的说 你的扶命很佳 自我得你以后 不久就出山认世 被选总统 可见你的命很忘腹 安置日后不生贵子 常言说 后来居上 像你这样的扶命 恐怕还不止一个妃嫔呢 周一太瞅了袁世凯一眼 装出一副笑脸说 这是妾平日梦中 也未敢妄想的 今日陛下登基 起风为妃 尚不可得 他日上有皇后 下有储君 免不得去做人质 还有什么侥幸 意思是说 将来啊 我不被人害死就不错了 说到这儿 又忍不住开始哽咽 袁世凯说 你休要担忧 我总不许人欺负你 就是我册封诸仪 也不使你居人下 想你到此间 执掌内部疏扎 勤劳得很 即就此劳计论来 也理应进风 躺得天赐林儿 那更是可庆可贺了 周一太一言不发 这时候 袁世凯抽完了大烟 感觉精神大增 想了一会儿 对周一太说 你却去磨磨斩壕 带我守定几条内规 传与后人 你等便好安心了 周一太奉命造型 请袁世凯入座 递过纸笔 袁世凯提笔写下 内训大纲四个大字 然后又逐条写道 第一条 母后不得左治四弟 垂帘听政 这一条是禁止太后垂帘听政 第二条 生前严禁策立除二 且废除力敌力长成立 但则诸皇子中有才德者 使成大统 如玉传某子 先书其名 藏住金贵十世中 风骨严密 四期生辖后 由顾命大臣于太庙中 当众启示 这一条是说 皇帝生前不立太子 如果想传给哪个儿子呢 就先把这个儿子的名 写好 然后装到金柜子里头 锁到石头屋子里 然后等皇帝升天以后 由顾命大臣 把他打开 宣布是由谁来继位 第三条 诸皇子不得封王 更不许参与政治 后己才资 彼祥必生安闲之福 第四条 交房之亲 不得位列要金 这就是说 皇后皇妃的亲戚 不能做大官 袁世凯写霸 扔下笔对 周一太说 你瞧 有了这规条 皇后皇太子 都不能欺负你 你如能产下林儿 并且福慧双全 那时候我写她的名字 不就好传位给她了吗 你不就做皇太后了吗 周一太这才转背为喜 说这还须笑华丰三柱 宋岛陛下 多福多寿多男子 见妾方得蒙恩呢 第二天 袁世凯起床 取出内训大纲 交给大公子 袁克定看 袁克定看到第二条 大为不满 就想出言反对 袁世凯早已料到 便叮嘱他说 这种条规 为后世子孙计 并非专指如等而言 我胸中自有成竹 你不必多疑 袁克定无话可说 闷闷不乐的走了 周一太这边呢 暗暗的高兴 只要袁皇帝登基 自己这皇妃的位置 是十拿九稳了 好不容易盼到 阴历年 还是没有登基的消息 第二天是初一 不过呢 就是按惯例安排宴席 又等到初四 依旧没动静 周一太 进不住烦恼起来 到了傍晚 独队孤登 正在白杆交集的时候 有个人掀起门帘进来了 周一太抬眼一瞧 是女官长安静生 于是欠神让她坐下 安静生恭谨从命 因为他们两个人 都是读过些书的人 所以平时格外投缘 两个人聊了些琐事之后 又说起近况 周一太未免叹息 安女士忽然问她 说妃子爱看新剧吗 周一太说 这是我平生第一嗜好 从前看过谭新陪 梅兰芳的戏 至今印在脑海中 不能忘怀 真是好戏啊 安女士说 明天在前门外同乐园 梅兰芳登台 演黛玉藏花 妃子何不去看看 也可以消愁姐们 周一太摇摇头说 这恐怕不方便 安女士说 妃子身居简出 外人本来就很少见到你 如果改装之后去看戏 谁能认出你呢 而且宫里也没人敢说你什么 明日下午 臣妾愿随妃子一行 可好吗 周一太笑道 这倒是条好计 我就与你同去 安女士随即告别 次日午餐后 安女士来找周一太 替她改装 扮作一个女官 两个人一起出宫 侍卫们见是女官 也不去查问 由他们出去了 两个人坐上轿子 很快就到了同乐园 这时候已经开眼 观众特别多 几乎无处立足 安女士找了原主商量 要找个包厢 原主与安女士本来就认识 也知道她是宫里的女官长 于是殷勤款待 找其他客人商量 让出一间包厢 请两个人进去坐了 等唱了好几出之后 梅兰芳才出场 只见梅先生神采飞扬 歌声妙曼 惹得周一太目注神弛 低声喝彩 观众们也连声叫好 周一太悄悄跟安女士说 梅老板的色意与日俱增 比我上次看的时候又有进步 我要重赏她 安女士不便阻拦 就替周一太喊过一个跑堂的 周一太取出几百元钞票 让她拿去赏梅兰芳 等梅兰芳演完之后 就上前扣谢 在座的人都很惊讶 彼此都议论说 这宫里的女官怎么这么阔气 难道新华宫里都是金银吗 有一个人看了一会儿 掉头对身边的人说 这是原皇帝的宠妃 怪不得如此挥霍 做客一听更觉得惊异 就问那个人说你怎么知道 那人说我曾于万生园中 异度方姿 有人告诉我 这是原氏的宠妻 所以认识 此次改装为女官 想必是掩人耳目 他提到的那个万生园 就是现在的北京动物园 然后大家又打听 那个人的姓名 那个人不肯说 只说自己是在部里当差 于是这个事就一传十十传百 连原主以及演员们都知道 这是原皇帝的妃子来看戏了 一起跑到周一太面前请安 周一太知道被看破行踪 急忙挥挥手把他们打发走 然后拉着安女士的衣袖 抢步出园 坐上轿子回宫 但是这件事在京城里 被大家当作新闻传来传去 各报纸也纷纷报道 连御用的报纸 也把它写入了新闻栏 袁世凯看到报纸 说新华宫里的宠妃 与女官长一起去看戏 不由的就动了怒 马上让人把安女士找来 要质问她 安女士是如何答复的呢 下回再讲